确实 既然两位年轻人想要争取爱情 在和刘女士的沟通上就不能一味地对抗或者是逃避 而是调整态度 积极应对 只是 刘女士还愿意给年轻人沟通的机会吗 我们决定派出观察员廖喜玉一探究竟 一落座 廖喜玉就表明了她恋爱自由的主张 孩子的婚姻大事一定要记住 我们只能提建议 不要大包大懒 你这种恒加干预就成了你对她的捆绑 她不舒服 我把我的建议摆在桌子上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你们可以先处一处 她反而会深思熟虑 反正听到李老师这样讲了一些很多的东西 也有一点感触 她自己统一我们也不大干涉 或许是老师们的话起了作用 此前态度一直强硬的刘女士愿意妥协 在年轻人暂不谈结婚的情况下 给她们一年的相处时间 当听说了母亲的这一态度后 小王面露喜色 主要她不反对我们谈恋爱都在 我跟你说 确实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趁机 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下 做那些小细节小动作 其实是很容易的 你理性地去思考 而不是被把现在你的男朋友当成一个好灵妈妈那种强势的控制的避难所 当然小王除了对感情更理性之外 还得学会照顾母亲的需求 她的心理需求 你会系统地去分析并且委婉地去对待吗 那我这个怎么去做呢 因为我又不好说她 因为她特别凶我就特别害怕 现在重点要做的事情 就如何让妈妈感受到你并没有真正嫌弃她本人 这个就要你去努力了 比如说看电影啊 聊天啊 就转移注意力 很多的时候不要去跟她扯 敏感话题 来妈妈我们来拥抱一下 主动拥抱母亲 关心和走近母亲 一向害怕母亲的小王能做到吗 此外早在调解开始之前 她还给母亲写了这么一封信 信里满是抱怨和委屈 密室结束后 她会如何处理这封信 一向反复固执的刘女士 又真的能够说话算话吗 最后母女俩能够化解恩怨 找回温情吗